接着下来我要讲的就是在四月底的时候 我就先拿到了这个包 它就是最新的 以我们这种 以我这种低调的人呢 我喜欢这样子的包 你一定想 不是 大概有一百个 对 我就选了 它有出三个颜色 然后我就选了这个 Oruru 完全没有任何logo 还有哪两个 好低调 还有一个就是灰色 还有一个就是那种皮的颜色 它的logo就在这个旁边 好可爱 一个座 对不对 然后就是一个小小的字 好可爱 对 这是你看这是我平常 对啊 我平常在背的包 然后里面有一个内袋 在这里 对 现在都很流行 大概四月底的时候 在东兴买的 大概五十五万日币 接着下来我要讲的这个包 以我们这种低调的格式 真的 很低调 我接着下来这两个包呢 已经快要三十年了 那个Louis Vuitton呢 第一批男装的时候 那个时候男装很好笑 男装只有大概四件衣服 就像Chanel一样 两条裤子 对 我就在那边看T恤 我就看到这个包包 以我低调的个性 哇 好低调喔 是不是 超低调 哇塞 是不是很好看 就是这样背着 它的logo在哪里呢 只有佛元才看得到 它就是一个压印 对 压水印这样子 然后它的链子上面也会有 这也已经快三十年了 很有趣的一个 而且它非常耐用 然后这个是男生的包 就是男生的 于是我就跟Chanel讲了 我就说以后 如果有类似像这样子的 再来一个 对 就这一个 好可爱喔 这个很特别 这个很特别 要戴很特别耶 背带 好特别喔 然后它一样里面有 里面有好多层耶 它是真的三层耶 你看它下面就是三个 真的 对 然后也是男生的包 很像那种骆驼在背的那种 那种是麻绳带 对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 其实Alveda那个男生的背包 还有围巾 以及T恤 他们现在比较没有性别的 那个区分 可是我那个时候的年代 我就很喜欢买他们的外套 都是男生的外套 然后他们的包包 因为我喜欢 就是比较帅气一点的 这两个包呢 是我到现在 没有跟人家装包过 我没有看过 真的没有 对 没看过 如果现在你要去买这个品牌 你可以问一下 就是说 有两个 一个就经典 非常经典 那个Box 还有就是像现在这个 第一牌的上面的这个 都是很经典的 那这个也是值得买 值得收藏 因为它经典嘛 要不就是量 非常非常少 在收藏来讲会比较有意思 好 以上就是我的包 我现在来说就是